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我們在前幾天推出了剛剛被證明的《施戰朝鮮》第二季的解析 受到了不少觀眾喜愛 也有不少人說想看到更多的角色解析 在影片最後一段的第三季預測之中我們曾經說 接下來的重點應該會環繞在這幾個主題上 而眼尖的你應該發現了 裡面怎麼竟然沒有男主角世子李蒼? 其實不用預測也會知道 李蒼作為男主角肯定戲份最多 以上這幾個重點也一定都跟他有關 但我們在查了一些資料之後發現 李蒼這個角色的原型應該就是朝鮮歷史上有名的光海君 而《施戰朝鮮》雖然是虛構的故事 但目前為止的劇情卻有許多跟歷史上重疊或是類似的地方 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影集開始前 日本侵略朝鮮的那場史生仁臣之亂的戰役了 而這也給了我們動機去深究當時皇族的背景 就在我們研究了光海君的生平之後發現 他的經歷之曲折離奇 一點都不輸給劇中的李蒼 也覺得編劇應該會參考更多歷史上的事件 讓接下來《施戰朝鮮》的劇情更加精彩、刺激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想要先帶你回顧李蒼這個角色 在兩季裡的心路歷程 再結合歷史上他的原型光海君的故事 一起來預測李蒼在接下來的故事中可能會發生的事吧!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請先打開字幕訂閱我們的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影片上線時的通知了喔! 雖然在影集裡李蒼呈現了勇敢果爵 又處處替國家百姓著想的優異領袖特質 但卻能從許多的線索中看到 他的成長是被局勢所逼迫的 我們稍微整理了一下李蒼這個角色在影集中的轉折 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幾個階段 在第二季第四集裡 我們從趙學柱想要找被流放的魯成君後裔來接位這一點來推測 李蒼應該是王的獨子 或者至少是唯一喊活著的兒子 而在第一季的時候我們得知 李蒼的生母並不是王妃 因此李蒼雖是獨子,卻只能夠算是術出 古代帝制,王位或皇位都是父傳子子傳孫 但如果皇帝有許多的兒子,勢必會發生爭權奪位 因此自古以來都有立皇后的第一個兒子 也就是嫡長子為繼承人的規矩 換句話說,雖然李蒼從小被封為世子 但因為是術出 只要王妃在任何時候生下了兒子 都會因為嫡子而嚴重影響到李蒼長子的地位 我們也從影集的回顧片段中得知 李蒼從小到大身邊被廢的聲音就從來沒有斷過 只因為是唯一的兒子並且深受王的喜愛才得以長大成人 加上李蒼的母親早死 所以他在成長過程中 除了父王跟老師安炫之外 幾乎沒有人能夠信任 更別說能夠感受到什麼溫暖了 而長期的孤立讓他特別珍惜身邊的人 因此即便護衛五英時常偷洩宮中的食物回家給妻子吃 他卻沒有責罰他,甚至把他當成知己好友 無奈五英因為愛妻被王妃給控制住 不得不出賣世子,最後死於非命 李蒼雖然難過五英背叛自己 但他因為從來沒有過知心的朋友 所以他不僅不責怪五英,還因為失去了好朋友而難過不已 在第一季前半我們發現,自從王身染重病之後 漢陽城內便開始傳出王引進駕崩 海原肇士懶權奪位的謠言 原本我們以為這只是討厭海原肇士的儒生們借題發揮 想要趁機打擊趙學柱 但沒想到這一切背後的主謀,竟然就是李蒼本人 他還聯合了朝中數百位大臣 簽署了一份生死狀,立是要廢除他的父王讓自己登基 從後來的回顧片段裡我們發現,王在生前其實很喜愛李蒼 並且期許他能夠成為優秀的王 因此我們覺得李蒼的謀反並不是出於野心 而是因為擔心自身的安危 在王染病之後身居在宮中 除了趙學柱與王妃之外,所有人都不得探視 不知道真實情況的李蒼,不只擔心父王的安危 更知道王妃即將臨本 如果生下了兒子,那麼趙學柱肯定會趁機假傳聖職 廢了自己的世子地位,搞不好還會死於非命 於是他密謀篡位,並在發現情況不妙的時候立馬逃出宮外 雖然劇情上安排,他到東來是為了要去找曾經依製過王的李承熙 但我們相信另外一個原因應該就是為了要逃離趙學柱的魔掌 當李將來到東來,從李承熙的閉狀日誌中發現了父王早已經死亡 並且被趙學柱以生死草變成怪物的事實 想起了父王以往的疼愛,他心中怒不可惡 萌生了要讓趙學柱付出代價的念頭 不只如此,他也看到了當地官吏在面臨生死關頭時 竟然會選擇犧牲百姓拯救權貴 他無法理解原本應該要保護人民的政府 怎麼反而成為了人民痛苦的來源 再加上之前李蒼親眼見到了自己的國家 在失能的父王以及海源趙氏的統治之下陷入了水生火熱 此時在他內心出現了變化 他開始明白,如果沒有稱職的王與大臣 人民是不可能有好日子過的 在跟老師安全大間重逢之後 李蒼心意已決 不只要殺死趙學柱,還要奪回自己的位置 讓國家能夠重回穩定,人民能夠衣食無缺 我們覺得李蒼一直要到了這一刻才明白了他的責任 而他也從原本那個只求活命的世子 變成了具備雄心壯志的王楚 就在李蒼覺醒,開始決地大反攻的時刻 老謀深算的趙學柱卻也沒有閒著 早就準備好了一石四鳥的毒忌等著李蒼送上門來 李蒼在面對喪屍化的父王時只有兩個選擇 被父王咬死或是砍下父王的頭,而他選擇了後者 趙學柱則坐收漁翁之力 假裝驚訝地憤怒地衝了進去 哄著王的頭向索爾德人宣告 李蒼犯下的滔天死罪 如同我們在上一支影片裡提到的 雖然王早就已經死掉變成活屍 在明眼人看來根本不能夠算是弒父 但是李蒼砍下父王的頭卻是千真萬確 因此李蒼非常明白 這件事日後一定會被有心人拿來操弄 而明之未開的普羅大眾又怎麼能夠真的理解 寄生蟲讓人復活這種離奇的真相 因此自己就算勉強繼位了 政局一定也會無法穩定 日後會發生的危機也只有更大 所以當李蒼反攻亥陽之前 他特地去尋找了被流放的皇族魯成軍的後代 也就是自己的堂叔 雖然當時他沒有表明來意 但很明顯地是在替自己找更合適的繼位人選 而當他確認了剛出生的原子沒有被感染之後 他做出了最難的決定 讓眼前這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弟弟繼承王位 當李蒼攻入皇宮 跟決心玉石俱焚的王妃對峙時曾經說過 白聖會被吃的天啊 王是! 白聖會被殺了 因為他被殺了 經過了這一連串的事件之後 李蒼早也明白 決定一個王適不適合的 並不是他的血緣,而是他的作為 李蒼雖然有心好好執政 但他深知無法抹滅自己模反與弒負的行為 應是稱王或許對國家造成的傷害只有更大 反觀原子,並沒有被揭穿非皇族血脈 名義上又是海原少師的後裔 如果得到了楊臣的輔佐 對於動亂的朝鮮來說更加有利 而只要能夠讓朝鮮國父名安 那就算自己不能當王,他也心甘情願 世子李蒼的原型是生於1575年的光海軍李魂 在位期間從1608年到1623年 前一代的朝鮮國王是他的父親宣祖 也就是《施戰朝鮮》裡的喪屍王 如果對照史時,前兩季中李蒼跟光海軍的相似之處如下 李蒼和光海軍都是數初 都曾被封為世子 年少時都品行端正、聰慧好學、人孝兼備 都經歷過日本侵略朝鮮的戰爭 父王都曾經病重,並有巫術續命的傳聞 都曾經和父王的祭妃發生過衝突 都曾面臨迪觸兄弟的爭位危機 光海軍在歷史上的評價褒貶不一 雖然他的確有帶領朝鮮國民度過了日本侵略的危機 以及改革國庫財政等政績 但也留下了世兄殺地的惡名 因此上述的第七點 也就是面臨敵出兄弟爭位的危機 我們覺得很有可能會成為第三季中的另外一條主要劇情線 也就是說,在第二季中選擇退位的李蒼 或許接下來會因為某種原因而改變心意,試圖奪回王位 西元1608年,宣祖駕崩,光海軍繼位 沒多久他便將自己的親哥哥林海軍流放 導致林海軍隔年被人殺死 在哥哥死於非命之後 1613年4月又發生了七數遇事 由一位永曆宣祖跟季妃仁慕王后所生的弟子 也就是光海軍的弟弟永昌大軍的名門之後被捕 進而招出了當年宣祖重病之池 仁慕王后的父親金替男曾經指使宮女 在宮中施展巫術,替宣祖續命 因為擔心敵出的永昌大軍會危及自己的王位 光海軍趁機收拾了永昌大軍以及金替男 後來更軟禁了仁慕王后 看到這裡你是不是覺得似曾相識了呢? 沒錯,仁慕王后就是劇中海原肇是王妃的原型 金替男就是肇學柱 而永昌大軍則是被王妃搶奪過來成為王子的原子 哥哥林海軍是長子,弟弟永昌大軍是嫡子 這兩個人都比光海軍更加具備繼位的資格 但都卻被他雙雙處理掉 雖然影集裡李蒼不像光海軍那樣殘酷 但我們覺得編劇很有可能會參考光海軍對付自己兄弟的歷史 作為失戰朝鮮接下來的發展 而其中的一個可能,就是原子明顯是寄生蟲的宿主 而李蒼在破解了生死草魚寄生蟲的秘密之後 被迫得要回來解決原子 另一個恐怖的巧合是 歷史上永昌大軍生於1606年 並在1613年7歲的時候被光海軍流放 隔年被人殺死 而影集裡的原子剛好也是7歲 不過至於李蒼會不會奪回王位 那就得要等到第三季正式播出之後我們才會知道啦 另外,在歷史上光海軍還曾經面臨過努爾哈士統一女真族 建立後金國並向明朝宣戰的事件 當時的金國統治了整個滿洲 也威脅到朝鮮與明朝之間的關係 而在第二季最後出現的權制前 身上的裝扮看起來頗有女真族的風格 而這會不會也是參考了歷史上朝鮮與金國的互動呢?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對於《施戰朝鮮》有了更多的認識 並且迫不及待能夠看到第三季了呢? 我們會陸續整理更多的資訊 如果有新的消息 也會製作新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喔!